这款多功能的精油机 它不但可以提取高纯度的精油 还可以用于蒸留白酒 白蓝地 纯露 蒸留水 它可以达到一机多用途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安装的过程 这个安装是非常的方便 我们看一下 这个螺丝可以松动 这个可以上下活动的 把这个拿掉 把这个松开 从这个上下调节 调节了合适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从这里 直接放上 调节高度 调节料高度 可以把螺丝直接上去 把这个卡子 卡到这个 这顶就行了 然后调节好 把螺丝拧紧 拧紧固定稳 之后我们把这个螺丝上紧 把螺丝上紧就可以了 然后固定 这个呢 是有冷仪器 跟这个蒸锅 包括这个 这一套精牛提取设备 我们这个 上这个的时候 非常好上啊 我们有密封胶垫 胶垫 把它放在里面啊 包括这个 出脚口这里 也有一个密封胶垫 我们这个螺丝上紧就可以了 把这个密封胶垫 安装上 然后螺丝拧紧 非常方便啊 这拧紧了之后 就可以了 发酵好的 什么粮食 通过这个蒸馏机 蒸馏出来 通通是白酒 通过就是任何的水果 从这个蒸馏机 蒸馏出来 在这里留下来的 通通都是白蓝地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下 怎样蒸馏 纯露 和提取精油 我们今天 给大家介绍这个 这个纯露的制作 跟精油的提取 现在呢 我这个拿这个是 干的薰衣草 薰衣草清油呢 它可以清热解毒 清洁皮肤 控肤油脂 美白嫩肤 去除黑眼圈 还有呢 能促进血液循环 能对心脏 有镇定的作用 也可以降低这个高血压 薰衣草呢 用水泡 浸泡 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给它浸泡透 浸泡透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放在里面蒸馏了 大家看一下 这里都是浸泡好的 将来提取精油呢 它提取的 比较透彻 这个盖子先拿掉 拿掉 将糊锅蒸盘 直接放在蒸桶内 放了之后 我们有一个过滤袋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过滤袋 放在蒸盘上 套好 把套好的薰衣草 直接倒入蒸锅 这个袋子呢 将来它是防糊锅 也避免这个薰衣草 遗漏到锅底 所有的全部放里头 我这大概用了是不到三斤 不到三斤的 干的薰衣草 经过泡了之后呢 就重了 重量就非常的重 我们把所有的 连吸的带稠的 全部倒入锅内 好 倒入锅内了之后呢 如果是水 有点少的话 我们再添一些水 再添入一些水 避免它烧干锅 让它多添一点水 我们把这所有的 放在里面了之后 把它合在一起 盖上盖子就可以了 把盖子放上 然后呢 我们有四个 用这个密封卡槽 把这个锅盖子 全部盖延 盖延 这现在已经 完毕 我们把这个水泵呢 直接插入这个浸水口 插上就行了 这个非常方便 这个直接放在水里面 它是浅水泵 我们插上电源 等烧开锅的时候 出 出纯笼的时候 再插电源 然后我们把这个出水管 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出水管 然后放在水桶里 我们做一个水循环 我们打开 打开电源 点开这个功能选择 然后调了最大的瓦数 这个是3500瓦的 这个大概有15分钟左右 这个温度表呢 已经上到80多度 我们把这个水循环 这里有个水泵 水循环开开就可以了 插上电源 打开这个 这个低的呢 是进水 这个高呢 是出水 这个如果这个水 将来从这个锅里 漫出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 将来把这个水泵 可以调低一点 它的水泵高低 可以调到它的流速 如果这水上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水泵 调高一点就行了 这个水泵的高低 可以控制它的流速 这样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就是马上就要出纯路了 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纯路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已经上到100度 它跟酒不一样 如果我们蒸馏的是酒 在80多度 它就开始流了 现在这个蒸馏水呢 是在100度 我们把下面的阀门箱关上 现在已经上到100度 上到100度的时候 我们这个纯路 我们蒸馏的是薰衣草 这个纯路开始已经 开始已经往下流出 大家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 这个温度表 在我们刚开始烧的时候 15分钟之内 它一般温度 基本上就没有怎么上升 因为它这个薰衣草呢 非常的厚 下半部很热 但是这个薰衣草上部呢 是很凉的 因为透气性还没有上来 现在就是说 我们20分钟以后 你看嘛 现在已经开始在出 出的纯路是流速 现在还不到最快的时候 流速相比较均匀 大家看到下面这一层 漂浮了一层油质状的 漂浮了一层油质状的 它是精油 这底下呢 全部都是纯路 大概一斤干花的话 能大概能出个 二斤到三斤的纯路 像一斤那个鲜花的话 一斤鲜花呢 能出一斤到一斤半的纯路 这个部分有一点点颤动 它不要紧的 它是没有压力的 这个锅呢 它是长压的 大家不用担心 它将来会 会爆炸呀 会什么的 它是长压的 绝对没有压力 这个蒸馏的时候 这个排气盘 用不用的都可以 拿掉都可以 这个将来是 我们可以发酵粮食 把这个关上就可以了 它不会冒气 我们现在不用这个 直接让它现在 精油呢 在一直在出 我们将来这个桶呢 可以当发酵桶 发酵桶将来把这个安上 我们将来送的 有一个阀门 大家看一下 送的有个阀门 我们把这个冷移器去掉 把这个阀门安上 将来可以用于发酵粮食 也可以做白酒 白酒 包括葡萄酒 这些都是非常方便 现在大家看这个流速 还是很不错的 流速还是很快 我们现在把这个 所接的个纯路 这个精油 顶上漂浮到那一层 才是精油 我们先把纯路给放掉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前期流水来的 都是非常纯的纯路 如果我们在蒸馏的当中 想要更加纯的纯路 我们就接少一点就行了 像一斤干花 我们可以接一斤纯路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出的纯路是比较纯厚 我们放满的时候呢 把这个先关掉 关掉了之后 这所接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薰衣草的花香 是非常浓的 非常刺敌的浓香 这第二瓶也基本上流满了 我把下面的纯路 全部给它接出来 我们在循环水的过程中 是吧 这个随着时间的长度 时间过长 这个冷却水呢 将来它会 将来会热 慢慢的热 热了之后呢 我们要换一些凉水 要换一些凉水 保证它的正常 正常运转啊 如果冷却水少的话 我们可以 再加一些凉水 去掉一些热水 就可以了 大概我们这出了是 三斤多的纯路 二十多分钟啊 二十多分钟出了三斤多纯路 我们打算 接得够四斤 三斤到四斤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 鲜的 干的花瓣呢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薰衣草 将来出的 按照它的比例 出的少的话 它会更加纯 我们再把这些 纯路 让它接出来 上面已经 大家看一下 已经漂了 很厚的一层精油 上面漂浮的 这里的都是精油 我们接够 三斤到四斤 纯路就可以了 因为再多的话 这个纯路 就不是很纯了 纯路呢 接多的时候 可以到了一个大点的容器里面 将来它这个浓度 浓度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出的速度非常快 大家看一下 这个薰衣草 这个味道呢 还是非常的浓 非常的浓 大概是一个小时 零十分钟 我用了将近二斤七两的薰衣草 干的薰衣草 大概蒸馏的 看到这个 大家看那个刻度 1800毫升 我们蒸了这个 大概是四斤 四斤 四斤多的纯路 我们现在就打算停止蒸馏 这个水温呢 也随着时间 它是慢慢的冷却水呢 也会起热 我们现在已经蒸馏 基本上完毕 我们要提的比较纯的一些纯路 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源关掉 关键电源呢 我们这个从这里 已经开始不出了 不出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水循环的泵也去掉 然后我们大家看到了 上面漂浮的 这么厚的 才是真正的精油 我们在最后一会儿 接的时候 要要接的慢一些 先把纯路 接掉 越少的时候越慢 我们到时候这个精油 留到这个细的地方 看到就比较清楚了 到后面呢 要慢一些 留的要慢一些 大家看出这个精油 这顶上漂浮的这个是精油 到这后面呢 一定要慢 大家看到这一点了吗 这一点是高度的纯精油 我们留到的时候 一定要慢 越是到后面越慢 慢一点啊 好 现在我们把纯路放在一边 下面这里 这里面油质状的 全部都是精油 我们用个小瓶子 把它接起来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下面这后后的这一层 是精油 我们 我们把精油 全部放掉 好 我们把剩余的精油 全部放掉 这个精油呢 是很少的啊 这个精油 大概到这个瓶子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处 我们把这个纯路呢 倒在一起 将来呢 它是浓度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小瓶子 把这些分开 装成一瓶一瓶的 将来送家人呢 送朋友啊 都是非常好的礼品 我们这一套那个设备呢 上面图片上的全部包括啊 如果用电磁炉的话 我们可以联系客服啊 直接再购买个电磁炉 包括这个精油提取啊 这个精油纯路提取机 包括这个 这一套的酿酒设备啊 它可以将来你酿白酒 酿什么酒都可以的 我们任何的水果 发酵了 蒸留出来的都通成白蓝地 还有任何细节方面 不是很懂的 呃 客户呢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在线客服 我已经是单独吃了 Supreme 撒